下月 我的父母很疼爱我 妈 我回来了 嗯 你想回房检系昨夜吧 就是我能问一下地下室有什么东西吗 为什么不让我下去 问看你是签走了吧 都舍了不要问这个问题 看恶不大肆腻 呜呜 别打了我 我错了 赶紧回你房检去 今天晚饭你都别吃了 好 好的 哎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提这个问题 我妈就打我 可是我妈对我很好啊 我妈从来都不会这么发脾气的 嘶 好疼啊 不行 等我妈走了之后 我倒是要看看地下室到底有什么东西 先睡觉吧 我记得今天星期六 看看我妈在不在 我妈好像不在那里 怎么有一封信 好像是我妈的 这里怎么有一个女人 怎么会在地下室 哈哈哈哈 总算是有人来到这里了 你 你是谁 怎么醒过来了 哈哈哈哈 妹妹 你终于来到这里了 只有你才能破解我的风印 妹妹 我没有姐姐啊 你到底是谁 可怜的妹妹 从小就没有姐姐 现在我要进入你的身体来杀了你的父母 十 什么 你 你不要过来啊 妹妹 对不起了 谁叫我怨气太重了 头 头好头 哈哈哈哈 现在我要进入你的身体 在这里放映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能出去了 果然成功了 妹妹 对不起了 泡啊 你又泡到地下室去玩了 都舍了别去看额不大端一里退 是吗 你觉得我还是妹妹 哈哈哈哈 哈哈 封印了这么多年 你的变化还是丝毫未变 哈哈哈哈 还有另一个 现在去杀了她吧 就是这里了吧 哈哈哈哈 你的死期到了 怎么这么多人 不过只好把你们全给杀了 你 你干什么 哈哈哈哈 当然是把你们全给杀了 哈哈哈哈 就是你一个了 你 你解除封印 我不解除封印 怎么才能复仇呢 头好疼 在地下室封印了这么久 力量都快耗没了 嘶 头好痛 不 我的爸爸 早知道就不去那地下室了 哈哈哈哈 死了更好 你 你怎么还在我身体里 谁说你意识恢复了 我就能出来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呵呵 每次都让我洗衣服做饭 而且我哪里做的不好 都得训斥我一顿 我就想问一下 我做错吗 从小都是被打长大的 哦 就 可是你能从我身体里出来吗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自己出过来 那个时候我也是下定决心才进入你身体的 你只能去找一下巫婆过 我还有办法 好吧 这位小姑娘 你来这里干什么呢 我身体里有一个鬼 但是她想出来 你能帮帮她吗 这个当然可以了 但是 你得付出代价 那就是你的美貌 将给我一半 这么可爱的一张脸 就算给了我一半 也是照样好看 明天将会减半 好当 你先趴在这个床上 我来给你施眸法 好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先上去看货电视吧 可别胡思乱想了